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与子教 在娱乐圈中,风水轮流转是很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 看起来是天王巨星,也可能因为一则丑闻而人人喊打 看起来只是个小演员 假以时日也可能发展到你渴望不可及的地步 今天要说的就是杨颖 杨颖如今已经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女明星了 身价很高,片酬更高 可以说杨颖如今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一线女明星 1989年2月28日,杨颖出生在上海 从小在上海弄堂长大的她,养成了直爽帅真的性格 她的初恋叫魏始宗 杨颖在初中学校时总是学习不好粤语 每次说话都会引来同学们的一阵嘲笑 想要交朋友,因为交流不方便 所以杨颖一直都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话 这个时候她的学长魏始宗就抓紧了时机 和杨颖商量可以教她粤语 但是需要杨颖教自己普通话 聪明的杨颖怎么会看不透面前这个男孩子的小心思呢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观察 杨颖觉得她这个人为人乐观,阳光帅气 所以痛快地答应了 两个人经过互相学习之后感情逐渐升温 最终也成为了彼此的初恋 因为当时的香港是时尚之都 所以杨颖在香港生活了很久之后 在穿衣打扮上也变得越发的洋气起来 再加上她本身长得就很好看 所以出落的越发美丽 但是尽管如此 杨颖当时已经和魏始宗谈恋爱 这样的事实也要同期追求杨颖的男孩子们 感觉到惋惜不已 那个时候因为杨颖长得很好看 有一次和朋友出门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现 在2005年的时候被邀请当模特拍广告 杨颖当时就很心动 因为从小就很喜欢电视机里面那些帅哥美女们 而且模特还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想要做艺人的话 首先是需要给自己取一个艺名 当时的杨颖小时候英文名字叫Angela 然后她觉得自己的脸有一点阴而肥 所以她就给自己取名字叫Angela Baby 当然杨颖通过拍广告拍模特 积攒了一些名气之后 就被邀请到了一个电视台上 主持一档儿童节目 忙于工作的杨颖无心学业 只好先做休学 也和自己的初恋男友未失踪断了联系 可能是因为两个人聚少离多 所以也导致了这段感情无家中 2009年杨颖遇见了黄晓明 并且改变了一切 杨颖在某次与朋友的聚会中意外邂逅了黄晓明 两人瞬间擦旗火花 可是当时的杨颖和陈伟婷还是情侣关系 而黄晓明也有自己的女友李飞儿 两人也是交往了三年 随后两人都相互背叛了自己的伴侣 义无反顾地走在了一起 在与杨颖分手后 他的前任陈伟婷也是很快就官宣 自己与大三岁的同门师姐阿萨正在恋爱 当时的阿萨也是刚刚与前夫离婚 他们俩突然公布恋情 立即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不但阿萨的旧日情史被扒出 就连陈伟婷与杨颖的事情也被爆出 大家都指责陈伟婷劈腿 也有人称黄晓明横刀躲爱 总之这些关系太乱 让人能摸不清头脑 而作为与杨颖刚刚分手的陈伟婷 黄晓明却直接在公开场合说 我不认识陈伟婷 这句话可谓是杀伤力好大 就在杨颖和黄晓明高调秀恩爱的时候 杨颖和陈伟婷的露骨短信团曝光 在曝光的短信里的内容呢 也是颇为露骨 网友看完不自觉的老脸衣红 有些不相信这是杨颖写的 除了这段有点混乱的情绪 杨颖呢 还有许多让人诟病的行为 在还没有成名之前 杨颖并不是一番丰盛 甚至呢 还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2009年 她以嫩魔的身份来到日本发展 此后便有她经常出入夜店的消息 所以在夜店里呢 被拍下了与不少男生亲密的灌酒照 在照片中呢 可以看出杨颖化着很浓的妆 留着短发 在酒吧里一个男人与她举止亲密 还为她喝酒 而杨颖呢 看起来却是一副享受其中的样子 不过呢 这都是早前的照片了 也许呢 不能说明什么 嫁给黄晓明之后 杨颖的发展呢 可谓一日千里 原本呢 之前只能在一些电影里 出演一些二三线的角色 但当两人的婚姻完成之后呢 杨颖便开始成为了影视圈中的宠儿 在书布电视剧里呢 担任主角 即便演技呢 经常被人吐槽 但人是热度不减 除此之外呢 她还是跑男的常驻成员 经常呢 在各个综艺节目中露面 可以说结婚后和结婚前的杨颖 静见了 简直是两个层次的存在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一名嫩魔 当时杨颖的模样 在当时香港嫩魔横行的年头 也不算什么 比起那些知名模特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时杨颖的心路呢 并不太好 除了做一些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工作以外 就是到各大商场走秀 与现在相比 完全不是同一级别 而就在此时 杨颖呢 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段恋情 那就是与差不多同时期 出道的陈伟婷相爱 两人呢 一开始感情就爱得相当的炙热 不过当杨颖被黄百民看中之后 两人的恋情呢 很快就被终止了 而在此时呢 杨颖的演艺路呢 也开始走上了第一次的快车道 有了黄百民的关照 杨颖在娱乐圈呢 总算混了开来 在之后 黄百民投资的电影里 不时呢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后来又通过黄百民的关系 陆续参与到了不少大制作电影中 如《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太极》两部曲等 逐渐漫入到了电影圈的主流位置之中 而之后杨颖呢 又和黄小明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黄小明呢 已经是影视圈的一线大牌 人气和知名度都比杨颖都高出不少 但两人呢 偏偏就因此走到了一起 为了得到黄小明 杨颖呢 也算是费尽了不少的力气 也远耐了很多 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黄小明虽然与杨颖呢 成为了男女朋友 但对于自己的至爱赵薇 却仍是一往情深 甚至呢 还在一些综艺节目中公开对其示爱 当时的杨颖呢 肯定是看在眼里 不过呢 为了得到黄小明 她都尽力忍耐 不断地迎合对方 这才最终得到了黄小明 与她的爱情 两人当时的身份地位相差太大了 以至于呢 就算是到了结婚的那天 黄小明的粉丝 对于这段恋情呢 也不太看好 不少人呢 都认为杨颖就是想靠黄小明上位而已 但无论怎样 这婚呢 仍然是成了 婚后的杨颖事业呢 自然是更上一层楼 但从两人的感情路来看 更多的是杨颖呢 一直的在迁就对方 这段感情似乎从一开始 就有些不平等 但苦心人天不负 如今呢 杨颖的事业 已经与黄小明相差无几 已经躋身一线明星行列 不过事业丰收的同时 杨颖和黄小明双方的感情 却似乎出现了问题 有不少的网友发现 一直隐形不离的两人 这几年呢 经常都是分开行动 甚至呢 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碰面了 他们两人呢 都互相不打照面 这不禁让人觉得 这两人的婚姻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 这些在别人看来 已经是很满足的人生体验了 可对杨颖来说呢 似乎还不够 她更是直言 自己这一路走来 其实呢也不算顺利 而现在杨颖与黄小明的婚姻 现在呢也是危机重重 她和黄小明在很早之后 就一直在传婚变 很多网友呢 认为两人的婚姻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而金星在曾经谈及杨颖的婚姻 直接呢用一句话形容 那就是商业行为 不得不说 简直直击要害 不过呢 无论怎样 她身上呢 还是有许多 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地方 她一直呢都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野心都写在脸上 越多人质疑她 她似乎就更加的努力的 证明自己 从十几岁到日本做平模 从一开始 只能做一般般的 时装模特 倒可以走秀街 代言拍杂志的人气模特 除了运气 努力和情商呢 是少不了的 也许她的经历呢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或者呢 可能会有些不择手段 可是她最终呢 还是成功的 让大家记住了她 这就是她的成功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教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